在新疆阿克苏市阿易库勒镇蔬菜产业基地的温室大棚里 工作人员通过手机软件就可以调整棚顶棉被的高度 控制棚内温度 此外还能做到水肥液体智能浇灌 通过实时监测可以及时补肥浇水 保证蔬菜健康成长 现在的话用一个手机能管理60多个棚 可以操作适量棉被浇水水肥什么呢 昔日的戈壁滩如今已经成为筑农增收的蔬菜产业基地 目前阿克苏市正积极通过科技赋能 助推当地向规模更大 科技更新 效益更高 更加绿色的智慧农业发展